即将到来的10月份对于AMD来说可谓非常重要 不仅会有搭载Zen3架构的锐龙4000系列CPU 还会有首款支持光追的显卡RX6000系列 特别是首批AMD光追显卡受到了不少玩家的关注 而目前关于这张显卡的规格也已经正式亮相了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据Reddit的消息 他们在包含AMD RX6000系列的苹果MAS OS系统测试中 发现了这款传言中的Big Navi GPU 在经过对数据的整理后 这款GPU的详细规格也逐渐明朗了起来 据悉这款GPU是基于RTN2打造 但并不只包含了一个Big Navi核心 而是一共有Navi21、Navi22和Navi23三个型号 其中Navi21代号Celonus Echelet将有80组CU单元 是X5700XT的两倍 比Vigor64、Videon7更多 目前还不知道RTN2中每组CU将包含多少个流处理器 如果与往常一样还是有64个的话 那么Navi21将有5120个流处理器 会用于旗舰级产品RX6800上 除此之外 Navi21还拥有Navi21A和Navi21B两个变体 前者频率为2050MHz TDP功耗为200W左右 而后者的频率高达2200MHz TDP功耗在238W左右 Navi21B的单精度浮点运算能力达到了22.5T浮点 这比RTX3080的29.8T浮点少了24% 但比RTX3070的20.4T浮点高出了10% 而较为自家的RX5700XT更是翻了许多 同时这个GPU还支持HBM2和GDDR6显存 所以最终可能会推出多种信号 然后是代号Navi Flounder的Navi22 根据数据显示 它们有40组组织有单元 与RX5700XT的Navi10一样 显卡最大加速频率为2500MHz TDP功耗在170W左右 比上一代RX5700XT的频率高出了31% 单机内提升30% 功耗还减少了55W 而显存位宽为192Bits 配备16GBGDDR6显存 显存带宽为384GB每秒 将用一次机架RX6700上 所以Navi223定位为入门级 应该会用在AMD的新一代提供卡上 预计会有32组织有单元 看上去没比Navi21少多少 但显存位宽只有128bit 所以最终性能和Navi22应该差的有点远 而频率与功耗目前还不太清楚 除了Navi21、Navi22和Navi223三种型号外 细心的测试员还发现了Navi31 它就是基于RDNA3架构的GPU 它与Navi21一样拥有80组织有单元 其他的尚不清楚 难不成是RX7000系的显卡 从那来说眼看就要进入10月份了 老黄除了RTX3070也即将发售 RTX3060也是蠢蠢欲动了 这对苏妈的RX6000系列显卡来说压力确实不小 何况从规格参数上来看 RX6800确实比不上RTX3080 但可以打赢RTX3070啊 只要AMD定价足够低 相信大家依旧会为YES买单 所以你有考虑购买AMD新一代的光芝显卡吗 欢迎在评论区后的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提出 都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